因IG轉貼作品而牽起的奇妙緣分 群群和日本藝術家 替田敬仁推出現代藝術合作周邊 通過分享自己的喜愛與生活日常 老師將所有元素 與群群的畫像結合成作 其中也藏有小巧思 最想知道我覺得最 就是充滿疑問的 真的嗎 就是 為什麼右下角有一個人 他是誰 這是我以前從來描著 所以我跟春春和我 合作者的合作 跟這次的合作 跟春春一起做一個很特別的 國際合作 所以 要把他自己做成一個 我跟你說 我在看著我們的合作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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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老師在這邊就是看著 誰時誰地都在看著你 他把他自己也表現在 這個意象當中 我上角就是有一個 外星人的一個 外星人有什麼特色 其實真的還好 因為 因為之前我本來就很常會看一些 可能跟外星人有關的影片 然後跟一些介紹 講一些比較神秘的事情的 YouTube 所以那個其實 就是本來就是我喜歡的事物之一 因為之前鬼哥也很喜歡畫圖 你現在也會自己畫一些東西 我真的不會畫畫 就是對 我真的不太會 但是就是 是有的努力 不只有畫作 另外還有T恤和鑰匙圈等周邊 能與T恤老師跨國合作 讓群群感到非常榮幸和開心 也讓關心的粉絲相對放心不少 現在目前就是心情上面算是還蠻平靜 但是今天算蠻雀躍的 就是沒有太大別的情緒 覺得把目前自己的事情做好 然後把心思都放在努力工作上面 然後跟可能陪伴家人朋友上面居多 就沒有去想太多 今年有在計畫要出第二本書 但是就是目前都還在討論當中 有沒有很多粉絲來跟妳留言 加油打氣要關心一下妳的狀況之類的 還蠻多的 然後也很多人會私訊給我 跟寫E-mail 然後寫給我經紀人都有 之前鬼哥的好友都有分享 就是他到茉莉的一些去世 然後他有到妳的夢裡嗎 其實有 但是就是 短短的 就是沒有內容 沒有內容 沒有內容 就是短短的幾秒鐘這樣 他很忙 他很多人要陪伴 就是 因為我有一些粉絲有跟我分享過 那 就是他們都有夢到他什麼的 所以我想 就是他其實之前也是很照顧粉絲的人 所以 可能他 就是家人朋友以外 他可能也會去找一些 他自己的 鐵粉 就很多人都有得到他的照顧 努力調少心情 也開始讓工作步上軌道 勤勤用自己的方式 摸摸療傷 相信粉絲也會繼續陪伴在旁 一起走過的 完全樂超級優勢 採訪不到 好